好各位同事 那么我们来讲一下 臂包的意义 臂包的意义就在于 它保存的是一个环境 也就是说 它把一个函数 当时调用时候的这样的一个现场 现场给保存起来了 并不仅仅的只是 返回这样一个函数 这一点对于我们函数的调用来说的话 是非常的重要的 如果说你一直返回这样一个函数 而不返回函数三观的现场的一些环境变量的话 那么你的函数的调用结果 其实是非常容易受外部的这样的一个变量的影响的 也就是说你很难保证 你的函数的运行的一个正确性 好所以说我们这里要强调 这个环境变量 它一定要指的是第一 函数第一时候 定义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外部的变量 但是同时又不能是全局的变量 好当然了 我们这里只是举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只有A等于25G一个环境变量 但是有可能你是有很多个环境变量的 这里是我们要说明的 好 那么这里我们强调的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 函数的定义加上环境变量 能构成一个臂报 我们可以看到 Curve这个函数 这是函数定义的本身 对不对 好 那么它在不同的这样一个环境下面 将会是一个不同的臂报 比如说我们在CurvePrival下面 Curve函数的定义加上这样一个A等于25的环境变量 是一个臂报 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 如果我们再定义一个其他的函数 我这里A改成30 我这是CurvePrival 好 那么这里他们就变成了不同的臂报了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理解 单一的函数 它是不能够决定这样一个运行结果的 还需要有这样一个环境变量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使用臂报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什么 还是我这样一个CurvePrival的这样一个臂报函数 然后我们对它内部的实现做一个更改 我们看一下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使用臂报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写的这样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比较 鲁合记上面比较简单 但是由于函数的这样一个嵌套调用 还是需要大家耐心的来理一下 我来给大家梳理一下 好 那么我们接着来看一下使用臂报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 我这里写了一个简单的函数 逻辑比较简单 但是由于它包含臂报 所以说理解上面可能有些困难 我们一起来理一下 它的这样一个定义的流程 好 我们刚刚在写这样的一个CurvePri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对A负值 对不对 我们只是使用了A的值 那么这种情况上面大家很好理解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 如果我在臂报函数的内部 对这样的一个A重新进行负值 大家觉得A会被改变吗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流程 首先我定义了一个函数F1 然后F1的内部 我定义了一个局部的变量A等于10 然后我又定义了一个函数F2 F2的内部 我对这样一个A进行了一个重新的复制 好重新复制了之后 在F2的内部 我打印了一下A的值 好 然后F2的定义完了 然后又回到了F1的内部 F1的内部 我再次的打印了这样的一个A的值 好 接着我在F1的内部又调用了一下F2 好 最后我又一次打印了这样一个A的值 好 然后在整个的F1的外部模块里面 我整体的来调用一下F1 就是这样一个流程 好 我想大家不要去执行这段程序 大家先查一下三次Print打印 它的结果是多少 对于这样一个A 同一个变量A来说 它的结果分别是多少 好 那么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直接执行这样的一个代码的结果 因为这个代码比较简单 你写一下跑一下就知道结果了 知道结果是没有用的 我们关键的是要分析 你能分析出来才证明了 你可以理解这样的一个背包 才能真正学到这样的一些知识 好 同学们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再见